HELLO,大家好,我是K.K.A.S. 我是麻布 我是Wing 哇,什麼連動,為什麼你這樣打出來 今天來開箱了,哇,這個厲害了 我想說是大到可以遮蓋 真的很多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我們Facebook 其實都有講過一下 這一套,其實全部都是Bloggame 是Monster Hunter World的Bloggame 之前是Kickstart 其實Kickstart已經很多年了 剛剛最近終於送到這裡 好像延期都延了幾年了 對,延期了很久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開箱看看裡面是怎樣的樣子 其實這裡你看到的所有東西 應該是Kickstart裡面的Full Set 但是它有沒有再出新就應該... 好像有嗎? 之後再出了 之後再出了,就是金獅子 好像是Ice Ball 金獅子在新出 那個因為是在新出再有的訂 現在這裡就沒有的 最基本的那一套就應該是... Core的兩套 這兩套 不如就由最Core的兩套 開始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麼多的呢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 延期的 但通常延期都是很棒的 因為它應該加的就是新的圖片 新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全部都是Core的 即是DLC 對 對 好,跟大家看看盒子 基本上這盒應該是最名的盒子 你看到是... 浩火龍 這個遊戲是14歲家 1-4個Player 60-90分鐘 讓大家看看後面... 嘩... 看看這裡了,盒子 因為你還沒有細心研究說明書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應該是跟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 另外還有這個就是... 角龍 有毒妖 這裡有毒妖 它也是有個版圖 剛才那個是松林的 它是... 是沙漠的 沙漠地形 我等一下開來給大家看看這些 另外這些就是擴充 有蘇鳥 這盒應該是Hunter 有一個獵人 獵人 這隻應該是最大隻的 鋼龍 另外還有這隻... 滅盡龍 滅盡龍在旁邊 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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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調轉的 滅盡龍之餘呢 現在這隻就是滅盡龍和這隻... 炎黃龍 事不宜遲 馬上離開這一盒 這一盒先 這盒先退開 這個很重要 這個開 因為... 要多難一點還原放進去 一打開裡面 你會看到它有一張... 封面 封面紙 裡面會告訴你... 它有一個盒子 它告訴你這些東西是怎麼放的 它會告訴你 這個放在上面 嘩... 好帥啊 這兩盒子 這是什麼? 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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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龍翼 即是炸味 23 嘩... 基本上它應該會有不同的小龍 其實都不是小龍 都不是小龍 不過先給大家看看 斷了翼的紅火龍 這兩隻翼就是它的 對 這兩隻翼就是它的 對 你旁邊的翼已經忘記了怎麼放 對 我忘記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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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隻飛雷龍 沒錯 這隻是... 暴龍 暴龍 這隻是... 萬惡龍 這隻是空柴 這隻是空柴 吞了 然後我心裡很... 很像那隻 很像那隻 下面是不是還有一層 再開下面呢 你就會看到這些... Token 這些不是遊戲嗎 這個... 這個... 我們一次再開 它應該是Token 然後你就會看到... Rubox 說明書 哇 很厚 很厚的說明書 還有另外一本書 全部都是字 這塊版應該是進度版 不知道是什麼 到時再看看 這個應該是說的... 它的部位 弱點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卡 它有裝備 武器 有裝備 這盒裡面 應該包含了四隻獵人 哇 你看這套 它是穿什麼裝 這套是馬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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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記得 這套好像是飛龍 飛龍 飛龍 這是馬惡龍 這是馬惡龍 好明顯 這套我忘記了 是空柴 還是... 一開頭的一把 最普通的一把 最普通的一把 開了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這個呢 這個寫著的 是材料 下面這個 是沙漠的 四張 應該是一元一張 看 有多有趣 這套卡 然後它會有寫 應該是... 打他會拿到什麼素材 它不止 有倉火 對 一隻火龍代表倉火龍 它有機會會升... 亞種 然後這些 應該是一些事件 應該是 哇 有艾龍蠟 有不同裝備 可以換衣服嗎 完全說不到給大家聽 這是什麼卡 因為還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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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 這些是武器 裝備 裝備武器 這些是 鑄鐵裝 鐵裝 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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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樣一套裝備 不同武器 這個應該是起似裝備 你可以選哪一套 OK 火這一套 你看到有一套 兩套 三套 四套 即是四個獵 每一套裝備 每一套裝備 這套卡 好像 這套卡 好像打機的按鈕 好像手掣 直接是 上下左右 是不是可以用來... 連擊 不是啊 是不是可以 用裝備 用道具 這套裝備 基本上是一堆 看看旁邊的東西 先試一下 這些就是不同的Token 都是拔出來的 這個就是地圖板 這套裝備 你要打它 就要在身邊八架才可以打它 都像 都像 弓箭手是否可以站後一格 好 開完這盒 今次幫我拿這盒 哇 這麼多盒 這盒是不是說 沙漠的地圖 應該是 我猜它跟紅火龍那盒 都是相似 我猜都是有地形 有角色 有卡牌 都是啦 有一張角龍的 然後告訴你 這幾隻東西 他告訴你這四隻東西 怎麼放的 角龍的翼 會拌亂 哇 好可愛 這隻 讓大家看看 它有什麼 這隻 土砂 這隻我可以圓 然後 這隻麻煩的東西 黎魚龍 麻煩在哪裏 他麻煩在哪裏 這隻麻煩嗎 這隻麻煩 這隻麻煩 最多都是魚 潛到沙 不是黎鷹嗎 黎鷹 啊 黎鷹 不是 不是 我剛才在想 為什麼好像尾巴一樣 不是很麻煩 那隻很長 這隻 毒藥 真的需要上色 你看看不上色 真的差一點 很期待他上色之後 毒藥上色很辛苦 毒藥上色很漂亮 好漂亮 毒藥上色很漂亮 毒藥上色很漂亮 但如果是做上色 做上色那個 我覺得很辛苦 上很多顏色 然後這隻 超級大隻 是不是要有翼 這隻是被人砍了翼的角龍 對 捉了回去 營避了分屍 那些 有Wbook 又有一本? 因為它一定贏 你明白嗎? 頭龍 這本Wbook應該是 我猜差不多 不是會有些不同的 裡面的東西 這盒跟剛才開紅火的時候 都八成相近 那些東西 裝都不同的 你明顯看到了 這套 是土砂的東西 好像食牆一樣 有幾個洞 凸出來的東西 很大塊 這隻我可以看到 角龍 角龍裝 這裏是角龍嗎? 角龍的肩膀不是很大的嗎? 這個不是毒藥嗎? 對 不肯定 記錯了的話 再開鏡子看看 或者放一張圖在旁邊 大家看看 看看這張地圖 這次這張地圖 跟剛才那張不同 這張很明顯是沙漠地圖 給大家看 其實它有兩邊 另外那邊 這裡很人水 這邊是沙漠一出 主營地一出 走旁邊水的區域嗎? 這裡有水 糟了 我給Ryce的地圖 已經洗了 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 以為可以的 龍的藥點 對 龍的藥點 不同的龍 應該跟剛才那樣一樣 開完兩盒大的 開一盒塑料 開這盒塑料 給大家看看 這盒裡面 應該是 有塑料 應該有塑料 應該是外加組件 是廣場的 看看它有什麼 跟剛才一樣 應該是塑料 一定要塑料 它自己都有塑料 應該是關於這套裝的 打塑料 你看看這盒 全部都是角色 全部都是角色 最主要 最主要 是塑料 它是捧蛋還是捧水晶 有什麼DLC 有個任務是捧水晶 FF合作那個 現在看上去像是捧石頭 這套東西特別一點 這套東西 你看到裡面 是有小豬 有小豬 有小豬 之後 想想一下 剛剛那些全部都是人物 這裡就會多點叫老貓 哦 還有一盒卡 這盒卡很明顯是 塑料裝備 塑料裝備的一盒卡 這也是 應該是塑料行動的東西 其實它應該是 之前那兩套 基本的兩套東西 開車後 你未必玩的時候 你會有些角色可以用 真的穿那套裝 可能這些 它就會慢慢補完 這一套是塑料 這一套 它就是直接叫HUNTER 這個很明顯就是 素材的裝備怎麼升 這套角色 這套角色 這套是少的 這套塑料 對 它有幾個角色 但是它這套角色 這個 這個頂 我記得頂 這個 不特別是一套 基本上就是 不同裝備 不同的 骨裝 骨裝 這些 這一套應該是 裝備為主的 一套 滅盡龍 它旁邊沒有第二套 我猜它應該都是 一套 這個是不是 它會放地形放刺 它會放幾條刺 然後插在地上 剛才的一個個洞 應該是這個 會放進去 哦 會放刺 哦 哇 它連這個也有 這一套是 裝備 就是它的裝備 你看這些 你看這個位置 你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超級刺手 這個位置 每個位置都刺手 這個是滅盡龍 再加這個 炎黃龍 炎黃龍 炎黃龍的 炎黃龍就很小 對比我 但是很漂亮 你看看它 它的臉頸 這個位置 挺有質感的 這個位置 它兩個打架 要飛上天打 要飛上天打 它現在這個味 就是這個封面 這個封面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最後一盒 最大盒的鋼龍 哇 其實它本來是綁住的 因為我們已經開過了 看到嗎 看到嗎 是這麼大的 它是 它的封面拿到鋼龍 很動 哈哈 它整個東西 基本上 剛才你看到的翼要組裝 這一盒 整盒已經是 不用組裝的 是連身的 但是它是要封面 不知道是不是 要打斷尾素材 這個封面 這隻鋼龍 哇好漂亮 上色之後 雖然鋼龍不知如何上色 鋼龍上色 其實都是 都是一樣 但是 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鋼龍 剛才 不要掃尿 我掃尿太小了 給這隻 人嗎 給字娃娃你看看 很遠 不是 它站在那裡 跟它翼大一點 鋼龍本身是翼大 翼大一點 所以看得出它的尺寸對比 好 基本上 魔衡這麼多盒 我們就開了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 這次應該先開了 因為我們還沒看到說明書 剛才大家也看到 它每隻龍 有自己的一本 說明書 要再看看 說明書 下次有機會 試玩了之後 或者 再告訴大家 它是怎樣玩 這次的影片 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讚 還有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回來 就告訴大家 這個遊戲 玩的感覺 或者是 它的玩法是怎樣 下次回來再說 拜拜